最值得缺粉的8支MLB棒球队 新赛季对他们就够了 相信我没错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Michael,是阿诚 一个想更多人爱上棒球的小学生 所以说MLB有30支球队 而且80%都拿过实验大赛冠军 可以说几乎每支球队都曾经是成霸一石 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棒球 问我2021赛季该缺粉哪些球队 我更推荐这8支 首先有这顶帽子的人 不管是不是正版的 你都应该看看他的比赛 没错他就是永远的豪门 纽约阳机队 就像你的帽子永远不会过时一样 阳机队每年都是罗冠大热门 已经拿了27个冠军的阳机队 选择有他的比赛看 一定没有错 你记得 投球你就看这个45号 打球你就看这个99号 名字我就不说了 还是那句话 你先去看一看吧 今天只推荐的还是看棒 这里你也有吧 LA 不过他不代表洛杉矶 更不代表胡人 他代表的是洛杉矶到齐队 还有这个到齐和汽车的到齐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只要记住 科老大是到齐队的铁杆球迷 黑豹演的那部棒球电影也是讲到齐队的 而且他是去年的冠军 所以看他比赛一定不会错哦 今年MLB工资最高的球员 就有这个投球的27号 和这两个打球的35号 50号 而且他们在18和19年得过MVP哦 第三个推荐球队 是我的最爱 洛杉矶 天使队 别的我就不说了 你就记住两个人 一个就是这个 27号 地球上公认最会打棒球的人 还有就是这个 17号 我们亚洲最强的棒球运动员 而且是最帅的哦 就跟我一样 你们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 那就是大古祥平 第四个推荐球队 给所有让你慢的粉丝 相信这个小胖子 你们都认识吧 没错 只有是他 他最早去的是洛杉矶到齐队 19年差点就拿了 最佳投手奖的 他去年来到了 唯一支的加拿大球队 多伦多蓝鸟队 他在球队上表现 可不像节目里面那么搞笑 他可是名副其实的赚双牌 而且是怕是半蛋 第五个推荐的 还是这个NY 是不是和这个比 有点不一样呢 这是纽约另外一支球队 纽约大都会队 TFBOYS的粉丝可能还记得 王源哥哥曾经去MLB现场开过球 没错 那就是在大都会队的主场 而且这个球队啦 还有雷神 像不像 还有这个12号和20号也是非常强的打者 今年说不定成绩会很棒哦 第六个推荐球队是圣叠哥叫市队 很多人看球就喜欢看市筹队战 比如纽约洋鸡和洛杉矶到齐队 但我告诉你们 除非他们今年同时打进总决赛 本来他们今年是不会碰上的 而他们各自分区的市筹球队 这两个今年又太入我了 所以可能成为倒戏队新市筹的 就是我说的叫市队啦 这个23号脏变小伙 有可能成为这两个23号一样的超级巨星哦 早看草千粉 我之前的视频说过 新手看棒球要先打击展开 越进攻最容易看懂 看爽 那我贴建的第七支球队 这是去年联盟攻击力第一支球队 亚特兰大勇士队 去年联盟决赛 也把倒戏队逼到了第七场生死战 去年联盟的NVP是战5号 而这个同样是脏变小伙的13号 有可能和我之前介绍的教师队23号小伙 竞争今年的NVP哦 你说这个队值不值得看呢 大家都知道乔丹曾经打过棒球吧 那最后我就推荐 乔丹曾经去过球队 这家哥白瓦队 其实他却是下属的2A小联盟球队 如今白瓦队又出现了一位 和乔丹一样帅 要黑的小伙 没错就是这个88号 不过同样是外野手 他的球技可是比乔丹好太多了 他可是去年的最佳新人哦 还有一个推荐理由就是 2021MLB新赛季揭幕战 将在北京时间4月2号上午10点开战 对这双方就是我推荐过的 芝加哥白瓦队和洛杉矶天使队 传奇巨星联盟第一人 亚洲最强二刀流 超级新人该有的都有了 还不快去看 我肯定是支持天使队了 在新赛季你会成本哪支球队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那就赶快一键三连关注我吧 我是Michael 我是阿诚 一个想要让更多人都爱上逛球的小学生 拜拜